外界分析說黨內接下來有三顆太陽 就是您在黨中央 那韓院長在立法院 然後還有盧市長在地方 講您怎麼看 我們應該這樣說 國民黨只是一個平台 我就是就像總教練一樣 或者是我是希望我做一個引擎 能夠帶動更多的力量 給我們立法院黨團 給我們的縣市長 那盧秀燕市長也好 侯友宜市長也好 蔣萬安市長也好 張善政市長也好 這些縣市長在地方 能夠服務民眾 讓民眾感受到國民黨的努力 那一樣的立法院黨團 在我們韓院長江副院長 跟立法院黨團的努力之下 能夠做得更好 就是這樣我們能夠 如果要說國民黨有真正的太陽 就是真正的太陽 就是所有的國民黨黨員 跟年輕的幹部 台中跟新北這邊 其實兩屆都已經借滿了 就是首長的部分 那接下來有沒有 已經培養好接班人選 我們每一個地方 都有好多年輕的人 好多新的世代都是接班人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怎麼不問高雄呢